我们在刚刚按钮应该会吧 按钮特别注意 你就插入有没有 开放的应该还记得吧 从这边点击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这个要把它打勾 按确定 那里面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们在增加那个插入 这边有一个按钮 这个就是表单控制项这边按钮 那你就拖拉 我这边已经有做一个了 放开 那这边就门号公式 请你把这个门号公式复制 确定之后的话 再把那个名称给加上去 有没有 这个就一个了 同样的方法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清除 然后门号公式 就OK了 那其实你会发现 做出来跟那个 上个礼拜 做的这个清除跟 这个串接 可能就把它删掉 跟那个录制剧集有点像 但最大的差别是自己写的 录制的是它帮我们产生 是不同的 OK 那清除 门号公式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继续来看 就是说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我多写的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观察一下 输出门号公式 清除 门号 一模一样 但是你想说 是一模一样的干嘛做 把油标放这边 观察上面 上面是这个 这个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就看得出差异了吧 有没有 这个按下去 不是什么 输出公式 而是输出结果 OK 输出结果 那其实 这个输出公式 有的时候 只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说呢 它让你可以快速的用VBA 去把你原来会的公式拿来用 但是它其实也不完完全全 就是都是用VBA写的 有点像怎么讲 只有大概一半的感觉 OK 那好处就是什么 快速可以完成一些事 很好写 因为以后如果你假设本来就有的公式 你就直接拿刚刚的这一招 就可以快速的把很多事情快速完成 你就不用想说 那个VBA程式该怎么改变 但是呢 如果要真正做的话 应该是要这样的方式 怎么样 直接就输出结果了 你想说老师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两个都一样 有没有 看起来没什么差别 但实际上 这个东西 有没有 储存在Excel里面 它是一个很长的公式 所以它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 对 看就看得出来 你储存的时候 有没有 如果你是把公式放在所有很多储存格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档案会变得很大 有没有 它里面都放一堆公式 那如果你是用门号的话 它里面就短短的 就是这个结果嘛 所以储存起来的那个什么 档案不会变得很庞大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 我做出来那个档案怎么变这么庞大 我说你是不是全部都用丢公式 他说对啊 很好用 这样就很快就完成了 但问题它变得很大 怎么办 我说那不然你就用什么 直接输出结果吧 但是输出结果的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变成了你要用VBA的写法全部来用VBA的写法来写 那怎么怎么写 这个第一个我等一下示范给各位看 一这个 二的话呢 就有同学说 可是我假设我的需求 我不要用那个按钮 我希望能够在这边 可以多增加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也许叫什么 手机函数吧 然后呢 我就给它一二三个东西 它帮我串完之后自动给我结果 那有没有这个函数呢 当然理论上内建是没有啦 可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VBA自己写出来 那你可以写 有没有 使用者定义 当然呢 这个前提是你要已经写好了 我已经写好了 我先demo给大家看 有没有 这边会跳个什么 手机的函数哦 当然你们现在电脑没有啦 因为我事先写好给你们看 这个是最后的效果 OK 然后呢 使用者定义才会有哦 手机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跳出什么东西呢 它会跳出那个哦 OK 跳得有点慢哦 因为可能我在录影的关系哦 好 然后呢 它会跳一二三 有没有 那你就给它一 给它二 给它三 那它给我什么 给我最后的结果 甚至这个函数根本 连教都不用教你 看不懂啊 一二三 你还看不懂 你还不会用 那真的就没有救了 OK 对不对 但问题前提是 总要有人写这个东西给你吧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公司企业 都需要有人去帮忙做这种 就是有点像什么 支援类 支援全公司需要用的函数 而是要制定写出来的 OK 要需要这种的 OK 那写完之后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结果 顶多跟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要自己点两下 OK 因为方权它没有回圈 它不是说自己跑完 而是说 它 你给它什么 它给你什么 有没有 你给它三个东西 它帮你把最后 你要的这个手机号码的结果 丢回来给你 OK 那最后如果说你要把它全部完成的话 你就变成说你要手动 多一个 你这边要自己点两下 向下填满 有没有 OK 那这两个该怎么做 所以刚刚有两个部分 一 门号 输出最后的结果不是公式 二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这两个该怎么写 OK 这两个都是BBA OK 至于哪个比较好用 那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好像大部分同学 最后还是用按钮的比较多了 按下去就好了 那方弦有时候好像还要做 而且有些地方方弦是做不到的 像是格式 你要把那个字的颜色 变一下 或者是底色变一下 或者框线那些格式 制定函数是办不到的 制定函数只能针对资料 不能针对格式 但是sub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按钮 这个相对的 用的会比较多一些些 OK 所以应该可以 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讲这个 再讲这个 所以首先的话 第一个 这个怎么做 清除 这个东西 里面的话 就是最后的结果 而不是一串公式 那怎么写呢 首先一 一样先切到Video Basic 二的话 我先把这两段先delete掉 重来过 OK 那我们怎么写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其实可以拿这个来修改就好了 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我们要产生一个叫门号的按钮 所以叫sub 门号 Enter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个哦 有没有 以后这个名称 所以以后 这个名称就叫做sub 门号比较好 Enter就好了 OK 应该知道对应关系 尽量就不用记太多 大概就这个规则 第二步的话呢 让我们写什么 接下来哦 我们一样干脆拿这个来修改好了 拿这个来复制一下 贴到这里面来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一样的部分呢 就是输出到这一范围的储存格 我先把它清掉 这个后面的话呢 把它delete掉 后面的东西先delete掉 然后输出什么东西 他输出的东西跟那个之前我们在用Excel的那个方式有点类似哦 有没有Excel 在Excel公司是前面以前09对不对 而且前后要双引号码 然后再来什么 End 那我们不是什么 End这个储存格吗 可是哦 特别这VBA哦 一样是这个储存格 可是叙述的方法不太一样哦 这个储存格 我们要怎么称呼它呢 特别注意哦 叫做Sales 哪一列 因为这个在回缺里面 所以一样是ID 哪一栏 F栏 所以哦 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什么 拿这个复制 然后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改个F就好了 我的习惯是吧 选取它 然后复制Ctrl C Ctrl V 或者另外一招更怪 拖拉 拖拉有没有 再加看Ctrl键 这样更快 有没有 所以写程式有时候 拖拉Ctrl键 有啦 OK不用Ctrl C Ctrl V也可以啦 如果我觉得没这个快 这边把它改什么 改成F 应该懂的意思啦 执行它 不用全部写完 你可以一边 一边写一边执行看看 有没有 出现了 但是零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所有都是数字 它把它当数字了 所以零自动去掉了 后面End什么呢 End一个简号 如果你加一个简号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有简号不是数字 所以它零就帮你保留了 有没有 OK 再来的话 再放G栏 可是问题 你如果放 后面再加一个End 这个的话 一样 把这个复制过来 记得End前后要空白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VBA的End 前后它就是要空白 比较像是英文 这个End就是英文的End OK 它前后都一定要空白 这个比较像英文的叙述方法 那这边把它改什么 改成G 不过这个地方执行的话 会跟之前那个 我们在用公式的时候 一样的问题 它两码 少一码 那怎么办呢 在Esser里面是用Tether 有没有 然后用Tether 然后豆点 双远号 零零零双远号 有没有 就是把它格式化 成三码 那在VBA里面 它也有类似 有一个函数 叫做 它不叫Tether 它叫什么呢 它叫Format 所以特别是哦 Format 其实反而比较 接近它 这个函数的用法 反而我们Esser里面 那个Tether 我觉得反而 没有办法表达 它那个函数的意思 因为其实那个Tether 我觉得它应该 应该取名称 应该叫Format 比较恰当 因为它基本上是要格式化 但是它叫Tether 我反而会 confused 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VBA 这辈子哦 Esser有Esser的函数 VBA有VBA的函数 两边不能通用哦 OK哦 那有个同学会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VBA里面 到底有几个函数呢 其实有一招 很简单 你就直接在VBA里面 打一个VBA就好 那你点下去哦 它这边就有列表 有没有 这么多 这么多 一堆有没有 那你打一个F啦 它会有一个什么 FO format就出来了 你把它点两下 然后钱挂回 钱挂回就有了 另外的话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 那个VBA里面 到底有几个函数啊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需要买书啊 其实官方就有了 你可以按F1 F1的话呢 会跳出什么 它这个函数的一些 相关说明 但是它会跟你讲说 其实它应该是 用英文翻译过来的吧 所以其实有些语法 可能看着会比较 不是那么看得懂 不但至少聊胜于无 还有就是说呢 它里面有很多的相关的 什么相关函数在这里 它翻译成函数啊 其实就是指的是函数 那你可以怎么点击它之后的话 这边呢也会有一堆 可以让你参考 有没有 这边一堆参考 语言参考啦 概念啦 等等的 video basic 这边其实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OK 有一些 可以特别之后 这边VBA点 会列出所有的函数 那你可以按F1 它会跳到这个说明 那你只要怎么样 在上面这边有一个叫函数的话 可以再去找到相关的这个说明档 这边一堆啦 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把这些稍微再看一下 这边一堆的这个函数说明 有没有 总共的话有这一些啦 它还帮你分类 转换函数 也有ASC 不过特别之后 这个ASC跟Excel的ASC 意思好像不一样 然后这边有format 有没有 OK 一堆 像我以前 比较认真就是把每一个点开来做笔记 OK 以后如果要用到的话 我就可以拿这个来使用 OK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那所以呢 format 那另外顺便讲一下 VBA点 有跟没有都可以 所以有的地方我有加VBA点 有的地方没有加 那都是可以的 不加加都没有关系 那我这边刚刚就有加 我就把它加了 OK 然后dow点 后面的话就加双以后 0 0 0 后双以后 这样可以看懂吧 用这个 把这个区域栏的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84 把它带过来 带到这边来 然后用format的格式化成三码 那它吐出来的话就变084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好了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写完之后 执行 084 刚好都是三码 有没有 那如果再来的话 默码的话怎么做 其实到底一样 就怎么样 把这边 end- 对不对 从这个后面 复制 对不对 再把它贴上 然后呢 把这边改成什么 h 再把它输出就OK了 这样的话 大功告成了吧 十七 有啦 有没有 OK 要改什么 不用改 这样都OK了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程式太长 你一样可以把它换行 换行在哪里换行 你可以找end 这边有end end 右边这边有空白 右边空白呢 再加个底线 底线 在end才OK 你不能直接enter 这样不行 你如果想要让它两行 一行变两行的话 记得呢 找到end符号的右边 右边 加一个底线之后再按end 底线enter 这样子的话 它才会把你的下一行跟上一行 当成是同一行 OK 所以这边注意哦 这边关键是这个 在空白后面加一个这个东西 底线 这个时候按enter 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样的输出结果呢 你会发现的就不会是上面是输出公式 而是输出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点点击它了 上面看到的就是最后的手机号码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程式呢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其实也可以参考那个 我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15页的地方 15页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